去死吧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一幕 是在南疆 也是这样的夜晚 他也是在南疆 穿着你这样的红裙 我讨厌红缝 除非是用鞋染的 于是我用剑不断刺他 可他和你一样 就是不肯死 我争纳闷呢 就看到两个小姑娘 从他家逃走 我想去追 他也是那样死死 抓着我的剑 娘亲 唯母则刚 可惜 那也刚不过我的剑 我 好了 你也开 杀人 偿命 回宫反照罢了 我不见回宫 你 如果不是牟宗作乱 娘亲就不会死 我和姐姐 就不会沦落到今日的处境 你 必须 这剑气 难道 沈真一 这要下去 无险可就凶多吉少了 他是让允星见蒙尘的人 注定也会为允星的重建光辉 做些事 可你徒弟会杀 我不会阻止他 沈真一 不 剑尘 请您来动手 不愧是沈三公子 如此年纪 就到了五道九境 不愧是沈真一 怎么可能 这是九境天风的实力 你自寻死路 你用五二天地火伐 天下只经无人割挡的传说 最高学气 你所约 只能探 用你小子上路吧 不愧是沈真一 不愧是沈真一 他自己卸下了防御 为什么 哼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去吧 空剑 无神仅仅 多谢你帮我霍霍而立 难道 他只是想激活之仇 冲击经脉 卖上更高的武道层面吗 不愧是沈真一 哎呀 这把剑乃九幽磨道之尊 以后应该能派出用战 您是神 虽然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 但如果您亲自动手 我显得还能以剑灵形态存在 它会成为淬炼允星剑的最好材料 这是它最好的归宿 师父 我成功了 我给爹和娘亲报仇了 哪里不对 五到六经 感觉如何 我已经五到六经了 爹 娘 我一定会努力活下去的 她是永远消失了吗 是 我谢 沈真一 你是剑神又如何 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胎罢了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主稿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神 可笑至极 这样的剑我还会再重 何必如此执着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没有感情的剑 不过是一介傀儡 爱恨也罢 正邪也罢 即便是懦弱与愤怒 都是人类独有的力量 或许你说得对 但我别无选择 大公子 怎么样 明日试炼之事安排好了吗 大公子放心 真相终于要来了